今次我想说的就是在乐团一样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和揭谱有关的 大家如果有去看过乐团的演出 会发现在乐团的弦乐的声部 有一样是和其他乐手和其他声部是不同的 不同的是什么呢 通常是两个人共用一个谱架 共用一个谱架是怎样呢 我们首先会叫近观众的一个乐手 叫做外表演 然后另外一个乐手就是内表演 在乐团里面 负责揭谱的不是外表演 而是内表的乐手 问题就是 这个眨眼看好像不是很值得去说的一样 但其实里面都是大有学问 如果你拉着一些很激昂的乐团 那到底内表演 应该怎么去 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去准备呢 你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去揭谱 我准时揭谱 当然你要遇到足够时间 你不可以遇到太多时间 你不可以在揭谱之前的十多二十个小节 就已经把琴放在那里 然后等它 等指挥慢慢一直指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揭谱 整个星部 如果在那个这么大声的地方 都有这么多人 是早这么多去准备 就是不拉去准备去揭谱的话 你想想 如果那份谱上面写着是 Fortissimo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Fortissimo 还会是一路Fortissimo 然后去到揭谱前的十多二十个巴巴巴 突然之间是 使善很多 没错你最后是揭谱 但是 那个 就弱了很多 会令那个星部 但是更加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能 看到揭谱的地方 还有一两个小节 内部的乐人 还在那边想把他拉完 这样的话 坐在你旁邊的樂手就會很辛苦 還會很懵惰 因為他一定看不及的 未必記得到底黑後一板的音是什麼 其實這件事很容易會令這兩個共用抱架的人 共用一份抱架的人是有爭執的 所以揭抱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我們學琴的經過 一般人學琴的經過 我們只是會拉好一些練習曲 拉好一些升級 拉好一些考試的歌曲 不會有先生故意去說 揭抱這件事 如果那個先生是說揭抱這件事 可能和一起上課的家長就會奇怪 為什麼我給那麼多簽一課 竟然那個先生會說揭抱這件事 我先講 有些樂手他們拉琴的時候揭抱 他們會怎樣揭抱的呢 當現在是拉緊一些很快的樂段 後來自助手的經過 他們會揭抱 怎麼揭抱呢 他們會揭抱按著音樂 然後伸手去那個抱架 然後從右邊右下角的板 然後再揭抱後面的板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想想你揭抱著這種こう的弓 如果那首歌很快 第一,你的弓很不穩妥 第二,你的動作會很慢 第三,當你這麼慢的時候 你一定接不到後面的音 這是一個很論盡的方法 應該要怎樣揭譜呢? 你說這樣就容易了 可能我把弓放在大腿那裡揭譜 我又沒有弓了 問題是你又拉不及 你又要放下弓 一早放下弓 然後到後面揭譜 然後你又再拿回弓 又再上來拉 你又有很多音 你拉不到 所以應該怎樣做呢? 這個都不是我自己發明的 也是有一個先生 他在大學的時候 一些樂團練習的時候 他是很特意說的 好,那就是怎樣揭譜呢? 這樣一拉 好,那你見到揭譜之前的四五小節 就到了 那你這個時候 把弓放在你的食指和中指之間夾住 不用很大力的 夾住,其實他不會跌的 找一個地方平衡到弓 就是你不要把弓放在弓尖 或者放在弓尖 或者放在弓尖 放在弓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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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你可以跳到弓的地方 大概這樣 這個地方就是不會被弓跌的 你就放在弓尖 輕輕夾住 然後你就多了一隻手出來 可以揭譜 那這個是很有效率的 你把弓放在弓尖 揭譜 然後拿回弓尖 然後繼續拉 是很快的 你可以說這個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影響我們拉琴 但是別人從你怎樣去準備揭譜 別人又會看到 究竟他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或者試一下在下一次的弓尖 的排列 甚至其實你自己的揭譜也是 把弓放在這裡 你會發覺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而是不會倒捨螺蟹的